朋友们平安 我是Esther 上次我们讲到有一幢房子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我先生不喜欢 可是过了二十几天之后 他越看越喜欢了 就是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我说 你想想看 我跟欧洲的姐妹 西班牙的传道人 一天三次有的时候 至少一次在那里祷告 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 他从来没有推出我们的祷告 也没有将他的慈爱离开我们 他要我们的 就是学习 他要我们学习的生命当中的功课 那我现在已经降伏在神的面前 降伏在真理的面前 我说只要你喜欢 我一定感恩赞领 他越看越喜欢 马上打电话 结果我们就找到经纪人 我说 既然你也喜欢 我也喜欢 是我们共同的找房子的一个约定 只有这个房子 而别的房子一下子我喜欢 他就不喜欢 一下子他喜欢 我就不喜欢 只有这个房子 到最后他也喜欢 我也喜欢 我说这样 既然是我们的约定 我们在人面前的约定 就是在神面前的约定 既然约定了 那我们就凭信心 不用去看了 我们就把他们这个房子买下来 我先生一听 我这么有信心 对神 对人都那么有信心 而且我保证 我向我先生保证 我说我已经在上帝的面前保证过了 你这个房子买下来 哪怕是一个茅草屋 哪怕是非常非常破旧的 没有人要的一个房子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就感恩赞你 因为我把他认定 这是出于耶和华 好了 结果我们就凭着信心 买下了这个房子 买下了这个房子之后 我先生是自己开车过来的 那他说路上很辛苦 安顿下来之后 你就飞过来好了 好来 我说房子怎么样 他说 我好像有点失望 很失望 这个时候我的信就沉下去了 我说主啊 我已经在你面前答应过了 你不能后悔了 我心里是沉下去了 但是呢 我口上我就宣告了 我说Don't worry 我跟我先生说 我说不要担心 因为呢 是我祷告来的 三四个月 每一天恒切的祷告 而且我向神保证 哪怕是不好的房子 在我们看来不好的房子 在他看来一定是对我们是最好的 我说你不要担心 我喜欢 我喜欢 结果啊 第二个电 第二天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 他说啊 我看这个房子 越看越喜欢 一开始还有好像那个门框啊 车库进来的时候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喜欢 但是考察了整个的房子之后 他说他越看越喜欢 后来我进来之后 我是飞过来的 飞过来的第一天晚上 我还在帮沙拉牧师竞选加州的州长 那一天晚上 在那个饭店里 我们一个晚上都只在谈论耶稣 谈论圣经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呢 我就Golvae了 对这个加州 后来我飞过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加州到佛罗里达 居然要坐五六个小时的飞机 我真的没想到有这么遥远 但是我一路上都是在歌唱赞美神 然后一个人就飞过来了 飞过来 那从早上的10点40分 洛杉矶 洛杉矶 就有机场到晚上到家的时候 已经11点了 也就是差不多有12个小时 然后呢 我看了这个房子 我是很喜欢的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我说我先生说 他说我要去开会了啊 开那个科学家的这个大会 你一个人有没有关系呢 没关系 神与我同在 我先生走之前呢 我的好姐妹 我在这里要感谢居民姐 他在Orlando 知道我在这个这么一个举目无亲的 非常非常乡下的一个地方 他特别赶过来 给我买了中国菜 给我来找有没有中国市场 也给我带了这个餐具过来 他陪我住了三四天 让我非常的感恩的 在基督里的爱 胜过血缘的亲人 他这样子来照顾我 那么当他就是跟我拥抱 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呢 我确实是感到了一种 全所为有的孤独 一个姐妹 在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农村里 然后隔壁邻居 也不知道是谁 后院是一个很大的湖 晚上呢 到七点钟的时候 不要说是马路 公路完全没有 只有黑灯瞎火那样 非常农村的 我一点都没有惧怕 相反 在洛杉矶的时候 住在那个城市里面 一个人的时候还有点惧怕的 在这里我没有惧怕 我知道这是神所赐给我的这个房子 赛美祖 在我先生离开之前 他介绍一堆情侣过来 那个女孩子是白人 那个男孩子是黑人 但是那个男孩子突然生了很严重的病 不能够工作了 那个女孩子辞职在家里照顾他 先生就说我们把院子 外面的那个两室一厅租给他们好了 他们可能只需要一室一厅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还是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房子的奇妙 其实我是买了一个房子 但是有两套 什么叫一个一幢别墅 有两套房子 就是这套别墅的中间有一个院子 院子的旁边是两室一厅 那么两室一厅的门呢 那个院子呢 是另外开了一个门 所以我先生就说 这一对年轻人经济有难处 可以住在我们家好了 照顾婆婆 照顾我不开车的 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还有我们家的卫生 还有我先生做吃的 等于好像相当于中国的保姆那样 我说哪里会有这样好的事情啊 我在美国还有这样的事情 反正旁边的房子是空着的 我这个时候想起来了 我不是在神面前祷告了吗 那个我搬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人需要我 我也需要他们 哎呀我真的是感谢神啊 哎呀生命这样子的提醒我了 我就同意了 后来呢 我跟那个住进来的这个房客呢 做了好朋友 他果然就是在我先生不在的时候呢 带我去买东西啊 带我这个去熟悉整个的环境啊 家里的卫生呢全部交给他了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我来之前向神祷告啊 有人需要我 我也需要他们 我有一个心愿呢 就是要在家里呢 建立家庭教会的 他说什么家庭教会呢 我说家庭教会的意思 就是在家里敬拜神 读圣经 祷告 那个一起来交谈 他说的我的男朋友啊 很想去教会的 可是呢他不能去 因为呢他的这个皮肤全部溃烂了 一般的人看到实在会害怕的 我说my goodness 我说太好了 感谢赞美主 这就又印证了 神垂听我的祷告 他很想去教会 又去又不能去 那正好在我们家 举行家庭教会好了 这样等于说我搬过来的 第一个星期的星期日 我就把那个早餐做好 我说早餐已经做好了 赶快过来敬拜神 结果呢他们小两口 就是很欢喜快乐的 在我这里吃了早餐 然后我分享了诗篇 139篇 然后祷告 祷告了以后呢 我们就一起去那个 买东西了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感恩的 所以我要在这里分享 给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胜过一切 我们常常认为 这样对我好 那样对我好 只要你下定一个决心 神啊你看着是好的 一定是对我是最好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深厚 神一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后来我听这个女孩子讲 我这一幢房子是整个社区 最高档的一个房子 别的房子都很小 就是后院也没有那么漂亮 我的心里真的是充满感恩 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 那么刚才我讲到了 有朋友问我环境怎么样 我就一句话回答 隔壁那个人啊 跟我先生讲 他起码就是在现在的过去的两三年当中 晚上没有好好锁门都没有问题的 那么那一天礼拜六呢 我们家这个除草的那个人过来了 他原来是坐在Miami的 我问他 哎呦我说你觉得这个社区怎么样 他说他从Miami啊人太多了 他搬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29年了 他说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 他说人与人之间也get around very well 大家相处也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有爱 什么东西偷了 或者是打架了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听也没听说过 听了他的话之后 实在是感恩在美 我们常常觉得这样很好 那样很好 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 下定一个决心 对神说 神啊不要敢管我的感觉如何 你给我的一定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神一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 他眷顾我们 鼠涮我们的每一根头发 他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感谢赞美主 我在这里非常非常的开心 也欢迎 洛杉矶的牧师 弟兄姐妹 如果来佛罗里达的时候呢 可以住在我们家里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欢迎你 请不吝点赞美主 请不吝点赞美主